一,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台湾的舞者需要更多帮助,以及提供他们展露头角的表演舞台,从专业舞蹈家投入台湾舞蹈的教育与推广于20年,赖秀峰念兹在兹,始终不放弃为台湾的舞蹈艺术发展奉献心力,从创办五月大地舞蹈创作比赛到接任中华民国舞蹈学会理事长至今,赖秀峰说,数十年来心中最大的梦想, 就是期盼舞蹈金马奖时代的到来 古殿墙舞作拜和中华民国舞蹈学会提供诗成蔡瑞月,江明珠年轻时就以连获七届全国民族舞蹈比赛冠军保持至今无人能破的记录,17岁获得奖学金远赴西班牙皇家高等艺术学院就读苦练想反执法闯入西班牙知名舞团, 还曾获得西班牙舞蹈新人奖,在西班牙我感受到舞蹈可以带给一个社会、国家以及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因此回国后也积极推广台湾的舞蹈艺术。 舞蹈艺术向来在文化领域最弱势,政府虽然对舞蹈团队有所支援,但过度集中少数特定团体,使许多有理想的舞蹈工作者苦无展现才华的机会,这是让我感到最忧心的问题。 当年向文建会争取由政府举办全国性的舞蹈创作比赛,即是为台湾舞蹈艺术的永续发展而努力,因此催生了5月大地舞蹈创作比赛,至今已举办第18届。 赖红中舞作比赛中华民国舞蹈学会提供 多年来,我们很努力调整艺术舞蹈和全民人舞蹈,将比赛推向多元化的格局。 赖秀峰说,台湾面临的不是舞蹈人才的缺乏,而是大型竞赛活动经费上的结局。 日前文化部举办全国文化会议,行政院长林全勉力文化部把一元当二元用,就会有四元进来。 然而,每年5月大地的比赛经费几乎是绞尽脑汁把一元当十元用,才有办法做到最好,一届又一届地持续办下去。 5月大地比赛于过去十多年来培育出近前名优秀舞蹈人才。 百位优秀兵舞者、历届得奖者也纷纷在国际赛事大放一彩,如郑宗龙、张义军、蔡博成、赖红中、陈广轩、古殿强等。 皆让国际对台湾的舞蹈成绩刮目相看,今年决赛将于9月10日在台中中山堂进行决选汉班奖典礼同一天。 除开放观众所票免费欣赏精彩赛事之外,当天晚上的颁奖典礼还将邀请前年年度大奖得主古殿强特别演出其作品。 拜和去年金奖得主赖红中则将演出今年于西班获首奖的作品。 Buddy颁奖典礼也会在华视及YouTube网络直播。 赖秀峰说,我们看到文化部对于地方文化和数位科技的重视,也欲请文化部重视舞蹈在提升台湾国际地位的潜力和实力。 多多支持台湾热爱舞蹈的族群和活动。